周園好 部長你好 在你的業務報告當中 我們看到國際醫療是現在外交部的一個重點 但是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關注 比方說沙塵暴、埋害這些問題 你們現在關注的程度如何 因為你國際醫療嘛 國際醫療就是相關 而且是非常 對 這個部分讓我們國內有專責的單位 像環保署還有像衛福部 我想他們都會持續的關注相關的議題 因為醫療合作 當然這個是我們跟其他國家之間的一些合作的議題 所以你們有在關注這樣子 因為這個部分主要還是由環保署跟衛福部 他們持續的在進行 如果需要我們部裡來配合 當然我們也會來做配合 去年APEC在北京開會的時候 對 北京的空氣突然變好了 因為美國也非常關切 所以他們這個 中國要求他們的工廠都全部停工 有注意到 有注意到 全部停工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因為美國很大 所以美國的反應 中國就可能會聽 這是大國外交 這是大國的外交 但是因為我們的國家 就位於在中國的旁邊 而且只要季風一來 我們是大陸冷氣團一來 我們幾乎是沒有辦法避免 那我們這些部分 我們在外交上面 我們有做過哪些反應 有沒有做過哪些 為我們國人的健康做一些 當然牽涉到兩岸的部分 當然因為是由陸委會在負責 因為 可是如果說需要我們外交部來協助 我們也願意來跟其他的部會來配合 因為畢竟這個 我們不是這個專責的單位 那至於說醫療合作的部分 這是我們外交部 跟衛福部一起來配合 我想政府有它不同的分工 那相關的議題我們也都很關心 我想跟中國的關係 這個錯綜複雜 上次本席有問過 部長你的名字要叫什麼嗎 我想你應該很難忘 我了解 你的名字就是一個名字 那我們的名字是用了五六個名字吧 大概在國際上或甚至不只 這樣子的一個名字 到了很多國家他們其實不曉得 原來那個名稱就是代表我們台灣 這個是我們外交部應該要 持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們持續努力 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用我們正式的名稱 當然這是我們基本上一個方向 這個就好像我們大家持用護照 我想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獲得 這麼大的一個便利 你用這個正式的名稱就是有問題嗎 所以你才要後面括號嗎 對 因為你這樣才能跟人家分別 所以如果站在外國人來講 人家也會問說奇怪 你們為什麼不把後面的括號 放到前面來嗎 這個當然是你可能沒有辦法決定的 但是我想也非常多的外交人員 在外國其實他們遇到完全相同的困擾 最後外交部變成了內交部 就是沒有辦法去真正做外交 我想我們事實上對外的工作 還是持續的在推動 國內有沒有一些官員要去拜訪 然後就是來接待 這個其實是非常遺憾的 因為我認為外交同仁是非常優秀的 他們要為我們台灣發聲 但是他們沒有機會 因為一個不對的國民 就造成了這個部分 不是 我們到國外去的這個工作 其實還是很多 我繼續詢問一下這個蠻害 那你知道日本或韓國 他們對於這個蠻害 他們做了些什麼嗎 他們其實有聯合行動去對付中國 那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是外交部部長這邊 你對於這個部分 你毀害了我們台灣人的生命健康 也是毀害了我們國民的利益 那我們這個狀況 有沒有跟日韓也做一些交流 你不一定跟中國 你可以跟日本 韓國 你聽聽看 看看他們實際的作為是什麼 了解 我先委員的意見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跟日本 韓國 可以來做一些溝通 我想沒有問題 你們會做嗎 你們有做嗎 你們過去有做 因為他們已經都在做了 你們這個部分 還是你覺得不是你們的主責 因為我們主要是兩岸的業務 因為基本上是有陸委會在協調 所以我們如果說 如果您覺得日韓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做的 你是外交部長 你應該知道中國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的角色 我們應該是要去聯合其他國家 來對付一個 這麼要成天想要併吞 我們國家的一個國家吧 你同意吧 你的朋友又不是只有中國一個 對不對 委員其實我們都有努力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去年11月份 你看在北京舉行的APEC的領袖會議 我們事實上跟美國 跟日本 跟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 都還舉行雙邊 我想我們對於我們自己 國家的權益 我們是盡我們的力量來推動 盡我們的力量來維護 那部長你知道像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等這周遭國家 對於中國現在一直不斷的擴張 它的帝國主義這些政策 除了抗議以外 他們也都加強了軍備 那我們的外交部有沒有跟這些國家 做一些相關的合作 比方就跟越南 菲律賓這些國家 然後來共同制止中國 這樣子擴張它的帝國主義 南海的議題其實大家都很關注了 因為我們現在最主要還是 怎麼樣能夠來維護 整個南海區域的和平跟穩定 事實上美方也多次的表示關切 那我們跟菲律賓也好 我們跟越南也好 事實上是有在溝通的 我想大家都了解 這個維持穩定跟和平 事實上這是一個大家的共識 那當然也希望 你說要維持穩定和平 那有人畫了M503 這個是維持穩定和平的一個正確的表達嗎 那我國我們外交部針對這樣子的情況 又做什麼樣的回應 我們事實上也獲得這個美國日本跟歐盟 對我們的一些聲援 他們就希望說你這個中國大陸畫設的航線 需要這個獲得跟台灣之間的一個協商的一個協議 那還沒有啊 他們已經是非了耶 對 是非我知道是昨天的事情是 對 那就生米煮成熟飯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大陸方面確實有做了一些讓步 雖然我們不滿意 可是我們認為他有在做 那你剛才不是說要維持穩定和平嗎 那現在破壞穩定和平的是中華民國嗎 我了解 我覺得大陸方面 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民航的航線 那事實上如果因為民航而把軍機 都把它隔絕在外面的話 也可能對區域和平是有一些幫助的 那事實上現在美方跟日本事實上也在關注這個相關的發展 就希望對這個整個國際民航也好 對整個區域的這個安全也好 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影響 那外交部針對這個M503你們做了哪些事情 我剛才已經講了 你們怎麼去溝通 你們有站在溝通 你們跟美國溝通嗎 有 事實上美方都已經有正式的表示 日方也有 歐美也有 我把相關的資訊可以給委員參考 另外我們也透過美國 也透過我們加拿大代表處 跟IKEA事實上也有在溝通 都有 相關的資訊我可以提供給委員做一個參考 他們給我們的相關的發言對外的說明 所以你們對於這個外交的整個M503的事件 你們是很持平的 很冷靜的 覺得沒有侵犯我們主權的 有沒有侵犯到我們的主權呢 不 主權的部分我們認為是沒有 但是因為大陸方面跟我們也進行了多次的協商 而且也獲得了一些 雖然我們不滿意 但是還勉強可以接受的一些結果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會把相關的資訊提供給委員 就是外交部的部分 那勉強接受的結果是誰接受 是我們國家接受 我們國家的誰去接受 是馬英九接受 還是你外交部部長接受 還是陸委會主委他接受 這個不是我們外交部主管的業務範圍 因為這個是 我想這個是一個政府 那可是你應該有相關的資訊對不對 對 我們的資訊就是說 事實上因為協商是陸委會跟我們的民航單位 跟大陸方面有進行的協商 最後他們所獲制的一些協議 事實上這個部分的相關的情形 如果國外的部分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做一個參考 我想請問一下 外交部裡面沒有針對 中國有一定了解的職員或官員嗎 你所有跟中國相關的事務 你全部都推給陸委會嗎 我不是推給陸委會 我問你們 你們外交部有沒有熟悉 中國事務的部門或是人員 主要是顏社會 他們對大陸方面的發展 顏社會 顏社會 主任是不是 顏社會 顏社會 比較懂中國是不是 比較知道一些 其他都不懂 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 不是不懂 其實不是我們直接 你們沒有準備好要把陸委會併進外交部嗎 你有做這種準備啊 中國也是我們外交的其中一個國家啊 對不對 這個部分目前是沒有 你還做公口啊 不過我們對大陸的發展 當然我們是很關切 那有哪個部門我都看不到啊 外交部主要是顏社會 什麼司長比較熟悉 顏社會 我們顏社會司長跟陸委會之間 他還不是司長耶 你要給他升上來當司長 不是 他的地位是相當於司長 顏社會的執行長 顏社會 對 但是你們對於中國的研究是太少啦 少之又少 包括說 在中國的整個情況 你們要掌握啊 你看現在承認他的學歷 學歷有可能是假的 造假的 你們找不到 因為沒有駐外交人去那邊去知道嘛 對不對 在那邊受害的台商 整個做生意的情況 這個你們外交部也要適時的 要有人 有這樣的專人嘛 對 相關的業務我們都會處理嘛 剛才我跟委員也報告 APE的部分 就是我們國際組織是在安排嘛 實際上我們相關的業務都有在安排 黃玉琦主委 從後門下飛機咧 我想不是這樣子 我想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請